接下来为您播出一线 2013年12月6日 河南省驻马店警方写的报案 在驻马店市水铜镇石瓦村路旁的沟内 有一具疑似被烧焦的尸体 根据最早发现这个情况的村民说 当天下午他本来是要去自家的地里干活 远远的就看到这里冒着烟 本以为是谁家在烧干锅的玉米杆 等到走进去发现 在烧玉米杆的灰烬里 隐约有一个人的颓骨 当驻马店警方赶到现场时 火仍没有完全熄灭 危机里的尸体已经面目全非 无法分辨出是男是女 谈话了 谈话了 怎么管你了 他那个坐在那里 全部谈好了 不怕谈好了 驻马店警方对外围现场进行搜索 却没有发现与中心现场相关联的痕迹物证 闻群而来的村民们都被这个场景吓坏了 大家无法理解 在宁静的乡村怎么会发生如此蹊跷的事情 这个人是谁 从哪里来 又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呢 这件事情在驻马店引起了不小的恐慌 这会是多大的仇恨 以至于用这样一种方式去结束一个人的生命 警方也想迅速的破案 可是苦于案发现场留下的线索少之又少 这让驻马店的警方感到非常棘手 在这期间 距离驻马店市200多公里之外的湖北省早阳市 也发生了一起蹊跷的案件 一名妇女赶到了早阳市公安局报案 说她的丈夫韩淑东失踪了 韩淑东43岁 湖北省早阳市人 从表面上看呢 这只是一起一般的人口失踪案件 但其中的一些细节 让早阳警方感觉到 韩淑东的失踪不同寻常 聚焦一线 直击现场 明镜山村惊人一幕 横市荒野 他究竟是谁 会不会在见到这个腰上的人以后 发生了这个激烈冲突 丈夫离奇失踪 妻子四处找寻 失踪背后一斗重重 超普通话的一个男子 叫了电话 离奇的行车轨迹 缓缓相扣的杀人迷局 警方将如何抓获以凶 无法控制 一线正在不出 根据韩淑东的妻子讲述 他与韩淑东的最后一次对话 是在2013年的12月4日 那天早晨 韩淑东说 他要去襄阳市与朋友聚会 可能会横满回家 出门前 妻子感觉 他与以往并没有什么不同 但在之后的两天时间里 韩淑东却失踪了 因为他把手机什么都停了 所以说如果像这个情况就不正常 就是说不当在外面 就是卧夜关机这种情况出现 他也感到有点反常 韩淑东的妻子说 他之所以如此娇气是因为 在此之前的半年时间里 韩淑东曾有一个叫吕薇的男人 发生过经济纠纷 对吕薇 韩淑东 唯恐避之不及 让韩淑东的妻子 也心有余悸的是 吕薇曾多次带着人 去他们家里追战 言语充满威胁 甚至有一次深夜 吕薇信韩淑东不在家 将他和孩子赶出了家门 13年那个三月份吧 刚过完年的时候 从这个李辉手工 借了有个七万块钱 那钱还 所以说那个心里呢 就老问他要钱 而且那利息呢 原来那是七万吧 现在利息也比较高 变成十几万了 就是认为这个李辉 太逼人太深了 觉得药杖的话 太逼人太深了 还有一个就是 经常好烧烧他的家庭生活 吕薇平凡 用种种极端的方式讨债 韩淑东的妻子猜测 韩淑东失踪那天 会不会是与债主吕薇 曾经见过面 在针对债务问题 交叉的过程中 发生冲突 继而发生了什么意外呢 你是不是 比方说 那个被绑架了 是吧 或者出现其他什么意外了 想到会不会在 见到这个 药杖的人以后 发生了这个激烈冲突 中间无意的 给他造成了伤害 或什么的 那么 吕薇是谁 韩淑东的失踪 是不是真的与他有关呢 就在早阳警方 针对吕薇的身份信息 进行调查时 吕薇的妻子也来报案说 吕薇也失踪了 失踪时间 也是在两天前 他说 他丈夫李维霸 是四号的上午十点多 从家里接了一个电话 但是不知道接了谁的电话 然后就开始出门了 好像那个情绪很深信啊 他晚上五点多的时候 给他打电话 我也给他打电话 他说 你妈管我吃饭 我妈能这么办 我在外面吃一件 打了电话 好像那个情绪更深信 还说一些比较古怪的一些话 我的事你不管了 然后呢 他那个手机就关进了 私而开 私而关 吕薇说 马上就弄完 这是什么意思 早晨的那个电话 又是谁打来的呢 警方给吕薇的社会关系 做了详细的调查 期间 在吕薇的一个朋友那里 得到了一个这样的信息 有其中有一个朋友说 在下午的时候 他还准备请了 晚上吃晚饭 我们也给他找过来了 进行了一些询问 询问以后 他发现的情况就是说 在下午的时候 他联系李飞 问李飞 李飞说 在合成家楼下等着 问他要钱 今天这个事情必须得了解 要是不为了解 怎么那么乱 就说一次 如此看来 吕薇在失踪前 一确曾经去找过韩书冬 那么当天 他们是否曾经见过面 如果见过面的话 那之后又发生了什么 如果吕薇没有找到韩书冬 他们同时失踪的背后 到底说明什么呢 案件引起了早阳警方的重视 案情被逐级上报 专案组迅速成立起来 经研究决定 在两组起立 分别围绕两名失踪人员的身份 进行调查 经查 韩书冬 43岁 早阳本地人 多年前 从一家工厂下岗后 在早阳市郊 经营着一个小型养猪厂 以此为生 周围的人对他的评价是 老实本分 我们掌握了他没前科 社会关系并不复杂 另一个失踪人 吕薇 37岁 早阳市七方镇人 停时告诉他小工程赚钱养家 认识他的人都说 吕薇的脾气的确有些暴躁 但他性格热情开朗 很善交际 物业的 物业人员 物业 但是他经常在外面 就是 有些 老金比较活吧 就是搞一些小的生意啊 什么的 性格太子 所有给他讲的人 都知道他性格是 吕薇那句 一定要有个了结的话 又意味着什么呢 结合他有些急躁火爆的性格 他会不会是在向韩书冬 追债不成的情况下 一时愤怒 竟失手伤害了韩书冬呢 跟那个何时中要这个钱 当时他为什么这么紧张呢 加一金钱还是怎么样 我们签署他所资议三个月 结果他都资议了 八九个月吧 然后他都不还钱 他前面脱 前面脱 都看不见他 任意 好不容易他回来了 我当眼儿肯定想 好不容易见到你 肯定我跟着嘴头 你不丢是吧 要不然他有胖子 就知道 吕薇如此急迫的想要和这笔钱 最后两个人就都失踪了 此时 吕薇跟朋友所说的那句 了结的意义显得不从寻常 如果真是这样 吕薇的嫌疑逐渐上升 那么如何才能找到他们的踪迹呢 盒子中的家门后的有个视频 我们叫去 叫去以后 然后配合了他们的家属 再一起看 发现那个 当天下午五点多快六点的时候 看见这个李肺的车 从那个盒子中夹那个方向的漏上 吃过来 车辆停在那里 有半个小时的时间才确定 他就是在那里等荷毛了 这段监控显示 2013年12月4日下午六点左右 吕薇驾驶着一辆白色迭克车 停在了寒书东居住的这个小区附近 但是办案民警发现 吕薇在这停留了半个多小时的时间里 他并没有下车 也没有什么人靠近他的车辆 更没有看到寒书东的身影 开车停在那里 但并没有见到和时中的本人 也没见他从楼下下 也没见有人接触这个 李肺的这个车辆和人 然后李肺就和他的车 经过市区出城了之后就消失了 所以说我们当时也对这些 有点纳闷 也拿不准的 让警方也感到困惑的是 如果吕薇在这里等的人是寒书东 那个时候 寒书东又在哪里 离开这个小区之后 吕薇又去了什么地方呢 面对种种疑问 吕薇的妻子又想起了一个细节 晚上之后他就一直给他老公通电话 老公的电话一直打不通 二打通之后不是他老公接的电话 朝普通话的一个男子接了电话 他是说 他说我们你会喝多了 他说我们不在早上 是了我们在隋州 你老公喝多了 现在他不方便接电话 后来再打电话的时候就打不通了 那个接电话的外地人是谁 这个细节又意味着什么 或者这其中还有第三个人 与寒书东和吕薇的失踪有关 吕薇是否真的到了隋州呢 后来在七方那个位置 在六点二十左右 发现他那个车已经过了七方 我们经过调取七方阵的卡口监控 发现他一路到了襄阳 2013年12月4日晚上六点多 吕薇离开寒书东所在的小区后 他并没有去过隋州 而是一路向襄阳市驶去 吕薇和寒书东都去了襄阳 这又能说明什么呢 有可能就是说 他要战的时候 他把对方造成了一定的伤害 或者死亡或者什么的情况 前逃了 另一种情况就是说 他被对方造成了一个伤害 当时我们也是分析了两种情况的 吕薇的行车路线表明 他并没有去隋州 而是一路向襄阳市驶去 那么 吕薇和寒书东到底谁伤害了谁 在半夜接听吕薇妻子电话的陌生人又是谁 他为什么要谎称 说吕薇在隋州喝多了 奇怪的行车路线 妻子报案 曾失踪 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分析 会不会是吕薇要畏罪潜逃 然后让家属报假案 以此来干扰警方的调查 两名男子相继失踪 绝追巧合 军手纵火难回物证 警方全力出击 追踪上万里 抓捕一锅三折 无法控制 一线正在不出 调取了吕薇接下来的行驶轨迹之后 办案民警发现 2013年12月4日晚上 吕薇驾驶着白色别克车 到了襄阳市之后 并没有在那里停游 而是再次返回了早阳市 而他接下来的行驶轨迹 更是令人匪夷所思 又返回我们早阳市去了 他到了早阳市 然后从早阳市又出去 到了襄阳的双沟队 在双沟我们看到有辆车 5号零点12年钟 好像是转向车 从来经过 因为像视频晚上看不太清楚 我们也不敢太确定 因为有一辆无牌 因为李肥的车是一个老款的别克车 我们通过大概判断向车型 从来经过往河南方向走 尽管有太多的不确定 但是早阳警方认为 这是破案的唯一线索 经专案组研究决定 火速发出侦察员连夜向河南一路追踪 我们当时就考虑 他从这条路走 肯定不合乎逻辑 2013年12月6日上午 早阳警方刚刚到达河南省的许昌市时 突然接到燕宁县刑警大队的通报 在燕宁县张乔镇大宋村田津小道的沟里 当地群众发现一辆被烧毁的轿车 直觉告诉早阳的犯案民警 这很有可能与吕薇和韩书东的失踪案有关 它烧毁不是正常的烧毁 它是尽量被掀翻到一个灌溉沟里面 盖上玉米杆点燃烧毁的 就是大面积的烧 只在那个后备箱里边 只发现就一块被烧毁的一个牌子 牌照实际上说 把这个烧到有一些表面 好像漆液油漆什么都掉了 但是基本素质还看得清 燕宁县官局看到这个牌照以后 通过这个查询知道这个是驴育的车 车可以确定是吕薇驾驶的车辆 但是这辆车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又是谁烧毁的 并且这是不是说明有人已经遭遇了不测 但当时只是一个烧毁的小轿车 尽管无法判断到底发生了什么 但是办案民警分析 嫌疑员作案后很有可能在河南的某个地方隐藏 而后刺激从河南向外逃跑 线索频繁出现 却又都不能提供什么有效的不安信息 正常员们感到十分焦急 而更加感到坠坠不安的 则是吕薇和韩淑东的家属 他们不断地向办案民警打听丈夫的消息 说来也巧 就在韩淑东的妻子再次向警方打听案件的进展时 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 正在去B6 和那个手机号码给他妻子发了一条短信 发了一条短信就是说 你把那个我们家的那个健康卡号给我发过来 这条短信如果是韩淑东发来的 是不是就说明吕薇遭遇了不测呢 如果不是韩淑东发来的 对方所要韩家银行卡号的目的 会不会是嫌疑人以韩淑东的名义 以此迷惑家属和警方呢 因为这个他不是直接通话 也搞不清是不是还是本人发的短信 我们就感觉反正这个事情肯定是有问题 据查 韩淑东使用的是河南的电话号 一个湖北人 为什么会使用河南的电话号码 并且里面被烧火的车辆也是在河南境内发现的 这其中是不是可以说明什么呢 你使用的号码是一个河南铸马店的号码 就是我们那个香港的市局 在向铸马店发送 要求他们调这个通话清单的时候 他们那个当地官员机关说 我们现在很忙 就是说我们发现了一个粉丝案 就是作为侦察员呢 一下就有一个敏感 跟他们的技术部门 然后就取得联系 能不能确定这个死者的性别 或者是年龄一些东西 或者是在现场留的有什么物证 这是一个稍不留意就会失之交臂的线索 因为案件发生在河南省铸马店市水铜镇石瓦村 距离早阳市有300多公里的距离 但联想到旅渭在河南境内被烧毁的车辆 与焚尸案的作案手法极其相似 早阳警方还是决定并案侦察 我们和那个技术家联系上以后 他说这个尸体也风情难以 这个烧的碳化很严重 然后就说是在现场有一串钥匙 遗传被烧黑的钥匙是现场唯一的破案线索 很快这张钥匙的照片承载着破案的希望被发回了早阳市 又迅速地传到了韩初东和吕薇的家属手中 因为家属后来这个情况变成以后 家里我们反馈过来说 家属变成说这个钥匙呢 尸体会带着钥匙 把钥匙一盒得清楚以后 那个时候已经我们估计就80%了 但是这个尸体是谁还不能确定 然后我们另外一组人呢 就带着他们家属去铸马店 然后第一那个DNA嘛 然后就比对 经DNA医学鉴定比对 确认在河南省铸马店市水同镇十八村 被焚烧的人正着吕薇 那倒是都打了一片孔白斗 感觉都没人想法了 都不知道是啥回事 吕薇的妻子无法承受这个突如其来的打击 悲痛欲绝 要求严惩凶手 此时一直在河南开展侦破的侦察员了解到 2013年12月7日下午 韩淑东给妻子的银行卡里存入了一千元钱 存钱地点就在河南 随后经过大量的缜密侦察和追踪 发现韩淑东已逃往云南德宏州 我们和那个我们商业主要在想 他这个嫌疑人为什么要跑到这个云南来 和云南有什么关系 我们只知道何中一个人好像是嫌疑人 你分析他一个人可能不可能完成 就是说这个肯定有其他人 但是不知道是云南 云南省德宏州银江县树点镇 连连不绝的大山茂密的树林 崎区复杂的山路纵横交错 地形十分复杂 2013年12月10日 早阳市公安局的侦察员 辗转到达了云江县树点镇之后才发现 要想到这样的地方寻找一个人 异常艰难 当时也不知道他们的闹交点 到底是在云南这边还在缅甸那边 因为和缅甸交界 之后我们在那里登守了将近有半个月 因为云江县它是地处我们中面 一个交界的一个边腿小县 也就是说去面点很方便 我们倒是感觉就怕这个嫌疑人 他为什么会到这个这么偏僻的地方来 会不会有这个出境的这个可能 这是我们最担心的事情 经过大量缩密调查 因此发现 在云南期间 韩淑东与一个叫阿武的人来往密切 那么这个叫阿武的人 又与这起案件有什么关系呢 为了防止韩淑东 前朝出境严目抓捕时机 侦察员对阿武的个人信息 进行了仔细研究 老武原来是一个 也是一个系统人员 和当地方要进行这个商量以后 还是决定把这个 先把这个老武抢过来 紧续 很快阿武就交代 他有一个叫刘文福的朋友 在12月8号左右 曾带着一个湖北人来到云南 就住在银江县旧城镇 田田养猪场的一个小屋里 中国阿武辨认 刘文福带来的湖北人 正是照片上的韩淑东 2013年12月21日晚 导阳警方决定 立即对韩淑东实施抓捕 做变装就是往那个 就是我们事先发现那个 嫌疑人可能落脚的地方 在那个站子 刻 因为车开不进去嘛 然后我们就 弄了几个摩托 然后 几个楼铺一封锁 你在那等待 你们两个到那边等一会儿 我们两个到那边喝 要是邮政的 都大喜好一起抓 好 出发 好 过去以后 就把那个嫌疑人堵在家里了 堵在那个小屋里了 别动 别动 他自己都明白 他说 我知道我会有这一点 几经波折 韩淑东终于在云南归案了 经过图审 他交代说 一同作案的 还有刘文福和高燕祥 两个云南人 随后 早阳警方在云南 盈江县旧城镇的一处民房中 将藏匿其中的刘文福 和高燕祥抓获 刘文福 南 29岁 云南省 梁河县人 高燕 29岁 云南省 盈江县人 那么 刘文福和高燕祥 这两个云南人 为什么 千里迢迢的跑到湖北 来杀害吕薇呢 韩淑东和吕薇之间 到底有着怎样的纠葛 跨越鳄宇巅 警方缉拿真凶 处清几率 他为何杀人存车 无法控制 一线正在播出 我 你看我这个人像个人 可以说是从肛兵敷衍后 几乎没有 可以说是 跟这个 红果链是有 但是没有说是 打了仰 啥东西 几乎没有 那么 这个自称不是恶人 也从不与人 发生矛盾的人 这样的一起 冷血残忍的杀人案 是不是他一手策划的呢 2013年12月1日 云南省盈江县 刚刚吸食了毒品的高燕祥 晕晕呼呼的 出了家门 他想找找朋友 看谁能帮他解决温饱问题 这时电话响了 打来电话的是 韩淑东 高燕祥是 韩淑东的同学 两人是在 2013年7月 在河南的一所 挖掘机学校认识的 在学校期间 这个 何时中对 郭燕祥也比较照顾 郭燕祥毕竟从云南 到这边来 生活上 或是平常阶级上 这个何时中还是 很照顾这个郭燕祥 郭燕祥也很感激 韩淑东知道 高燕祥吸毒 又一直没有工作 为了筹集毒私 无论他提出什么要求 高燕祥都会答应 果然 当他将自己 要教训一个人的想法 说出后 得到了高燕祥的积极响应 高燕祥 高燕祥没有问原由 更不知道 要教训的人是谁 听说有钱赚 就满口答应了 为了壮胆 他还叫上了 以信恳手拉 筑成的吸毒人员 刘文福 教训仇人的计划 即将实施 一瞬间 韩淑东既感到兴奋 却又有些胆怯 就在这时 妻子打来了电话 电话那端 是妻子带着哭腔的埋怨 我媳妇有过打电话 她说她刚才有过打电话 说妈妈 能及时的人到我屋里来 她说你再来 你赶紧回来 她说你要是再不回来 他们只能及时 跟人在这儿屋里来 我瞧瞧事事 我都过不下课 然后她当晚上 都把我媳妇跟妈的年纪 她说我媳妇跟我的孩子 你走吧 我把门说 我还说去 妻子口中所说的那个她 就是韩淑东 一心想教训的人 女威 根据韩淑东讲述 女威已经不止一次的 骚扰威胁 韩淑东的家人了 而这一切事件的最初起因 只是因为七万块钱 我当时是五分的力量 我当时是五分的力量 我当时我也想了 我说是我用几个油 但是因经营不善 韩淑东已经无力偿还 吕薇的高息贷款 韩淑东说 四个月之后 吕薇竟毫无理由地 将欠款涨到了15万 此后几次协商无果 女威的态度十分强硬 我从七月份的开始了 打电话的通事 因为我不在乎 我在外面 不仅是威胁我的家人 包括带人 带人那社会上的 那个混合们 到我家里去 他当时都就是认为 这个李辉 太逼人太甚了 觉得要账的话 太逼人太甚了 韩淑东说 女威多次 用极端的做法 带人上门讨债 让妻子和孩子 感到焦虑不安 他偏执地认为 女威的做法 是他作为一个男人 颜面扫地 但他并没有就此事 与女威进行任何沟通 我连自己的老婆和孩子 一个家都给不到他 一个男的家都给不到他 你过去 你肯定是太不舒服的 不是狠手大 在这儿是一点 一顶点自尊都没有了 韩淑东认为 仅巧摆脱这场债务 纪纷的唯一出路 就是卖掉自家的房产 然后我都得办 都得办那个房子 也都算是给你 前期的那个 简单一点的合同 都给你抢好了 但是等你这个 没房子的那个家的 那个儿子回来 也去 也算是 那个资金带过来 他再带过来 那又复还了 我这个房子 我们都全整了 但是买房的人 迟迟不回 交易无法完成 韩淑东说 这期间 李维仍不断 以各种方式讨战 甚至把钱不够 我钱得到一难受 我觉得他不是 在问我要钱 想交的 我在一样 我没加钱 我还是 等出吧 交易了 我说 面对他的人为一事 我太和气负了 韩淑东和吕薇之间 究竟发生了什么 目前只有韩淑东 一个人的说法 其真实情况 到底是怎样的 已经无法考证了 根据早阳警方调查 2013年12月3日 按照与韩淑东 事先的约定 高燕祥和刘文福 从云南赶到了 湖北襄阳市 还是火车站旁边 有一个小旅馆里边 然后开始 就策划这个事情 策划的第二天 这会儿要行动 2013年12月4日 发誓在这天 一定要将债务讨回的吕薇 一大早就开始 给韩淑东打电话 甚至还守候在 韩淑东居住的小区门口 但是 韩淑东始终支支吾吾 避而不见 这让吕薇 十分气愤 李渭的态度 让韩淑东 彻底失去了控制 当天下午五十许 韩淑东等三人 从襄阳坐车 在早阳市环城下车 六十许 他们在一个小超市内 购买了一把水果刀 两双手套等转工具 经事先预谋 韩淑东 以没有车子为由 将吕薇骗来接他们 在车里面 刚上车的时候 他开始 在那边的妈的这 妈的妈可以 他开始 老子还在接应 老子现在还没吃饭 一直 一直 一直说话 然后我 进了我家的这个时候 停车接手 是韩淑东 与高燕祥 刘文福 事先商认好的暗号 意思是 可以动手了 最后 高燕祥 刘文福二人 就在车内 用刀子 将毫无防备的 吕薇 残忍地杀害了 刘文福 还搜走了 吕薇 身上的一千多元 现金及手机 三人驾驶的被害人 吕薇的银白色别克车 载着吕薇的尸体 朝往河南省 2013年12月5日深夜 韩淑东 与高燕祥 刘文福三人 在河南省 驻马殿郊区 将吕薇的尸体焚烧 接着 又在许昌境内 将吕薇的别克轿车烧毁 随后 乘车一路 逃往云南省 不知 再留意我说一句话 今儿的王山 你会找点 跟人家传人 我说一句 不知 人都不知 不回了他 也回了我 七万块钱 引发了家破人亡的悲剧 冷静下来之后 韩淑东说 他后悔不已 他说 一个人 如果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 那么必然 会做出错误的选择 而这个选择 也将会导致 悲剧的发生 韩淑东还表示 如果可以重来 面对这样的经济纠纷 如果协商解决不了 他可以向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 通过法律的途径 来解决问题 可是生活 不能按照我们想象的那样 回到原点 可以重来 这里是一届 我是陆辰 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